是 歡迎各位回來繼續收看我們城市追擊 凱倫文君 你們信不信這個世界有鬼? 我覺得可能是人們聽到傳聞多 自己是異神異鬼所產生的幻覺 凱倫呢? 我本來不信 但人們經常跟我說很多鬼故事 說真的…真是你 搞得現在半信半疑 幻覺 昨天在塔門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個英國留學生 懷疑失足跌死了 發現了他的屍體 不過村民對這件事有另一個看法 他們有一個傳聞 甚麼傳聞 他們懷疑是… 為甚麼留學生會跌死呢? 因為被鬼迷 真的嗎?占叔 帶大家一起去現場看看 在10月16日 一名移居英國回鄉下塔門製造的 男子尼奇失蹤 他的名字叫南素康 28歲 有三個兄弟一個姐姐 小學畢業之後 就跟父母移居英國 南素康勤奮好學 考入了英國牛津大學修讀電腦 畢業後從事電腦行業 幾個月前被公司派回來香港做事 這次發生意外的地點 由於範圍空曠 除了村民協助之外 警方更加動用了二百位軍裝警員 和直升機連續搜查三天 才找到死者的屍體 塔門是香港東北面的一個小離島 人口大約只有三百人 每年島上居民都有一次 上山祭祖的習慣 大多數喬居海外的子弟 都會回來祭祖以表孝心的 塔門以前都發生過 有一個村民離奇失蹤的事例 據聞那次就是被鬼迷 就在幾十年前 就去村民離奇失蹤了七天 獲救的時候滿口都是黃泥 不過, 究竟他是真是被鬼迷 還是靠吃黃泥衝擊 就不得而知了 其實這些前文 根本上是四十年前的事 我們都沒見到 聽前輩說是有鬼病 我剛才見過頭 我們不斷失蹤過 不過我被鬼病了 我幾天才回來 又可以吃泥 又可以吃一些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叫什麼 那些草之類 這是幾十年前的事 我小時候都聽過這些 這次南素康失蹤 他的兄長曾經在現場焚燒醫治 請法師用靈符 和敲打大鑼大鼓 用鑼鼓聲來趕鬼 就在南素康失蹤後第二天 下午三點多 奇怪的事情就突然發生了 南素康的唐姐姐突然聽到有些音樂聲 於是大家沿路追查聲音的來源 去到一個山東附近 唐姐姐突然無故大聲叫南素康的名字 令到人人都惡然 但是還沒有任何發現 她是姐姐 說見到在拜山的現場 就見到她滿口泥的死者 滿口泥就出現了短暫的時期 後來她那個大哥這樣走去撲過去 後來又失蹤了 就是屬於被鬼迷之類 可能唐姐姐受到島上鬼怪傳聞的影響 再加上心急追查唐弟弟的下落 所以就產生了幻覺 昨天我們城市追擊隊準備去探門的時候 無意之中聽到村民說 已經找到了南素康的屍體 我們一班外警隊 連同當地的居民攀山越來 大約走了四十五分鐘 沿路見到警方手持擔架床 準備將屍體運走 就在這個時候 警方已經封鎖現場 我們的追擊隊從遠處望過去 只見地方偏僻 發現屍體的現場 就跟製造的地點隔得很遠 塔門因為四邊環海 運送屍體就有困難 幸好村民就十分幫忙 提供捷徑落山 不過帶隊人馬 都要再走多了二十分鐘 然後才落到石塔 再用快艇把屍體摔走 死者南素康連輕有為又有孝心 這次意外實在令人惋惜 希望以後真的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 不過這次發生這件意外事件中 最值得表揚的是 塔門原居民守望相撞的精神 以及警方排除萬難的積極態度 這件意外事件 死者死因成謎 又加上這麼多村民的傳說 也挺神秘的 不過傳說始終是傳說 尖叔,不能盡信 對,我相信死者的真實死因 將來有關當局 一定能夠查到水落石出 好了,別多說 別多說這些 這些事 不如聽聽娛樂圈的最新消息 是 天王天后的新聞 我們每天都可以見 是 娛樂圈還有些前輩 他近況你想知道嗎 誰?我想知道 你告訴我,尖叔 好 敏祝民君告訴你 好,謝謝尖叔 正所謂長江後浪,退前浪 身為前浪的上一輩藝人 都逐漸被大家遺忘了 但他們對於藝壇的功績 是不容忽視的 所以我們昨天去探訪了 很久沒見的平衣,李彥平 他為娛樂圈貢勸了50年的青春 但到了今時今日 他的生活,近況又是怎樣呢? 我們大家一起去看看 現在我行歌五十一載了 李彥平,年輕一輩的人 可能對他的名字覺得生譜 但是對一般年過三十的人來說 就應該聽過了 尤其是他的首首本名曲 歌仔靚 歌仔靚 平衣,今年已經71歲 在演藝界浮沉了50年 經歷過無數風浪 究竟他是怎樣進身娛樂圈? 我的正式開山師傅 就是梅天柱 已經去世很久了 最後就跟朱鼎鶴師傅拍檔 那時候我們有好命 一出生沒多久我就成名了 一路由朱師傅打一首歌仔靚 給我出生 在歌台上已經唱得紅了 唱得紅了 後來就拿去進去唱片 除了唱歌方面有成酬 他演戲也很拿手 在七十三和鬼馬相聲 也參加過演出 我拿著梁洪玉 進去無線做曲藝大廚 出炎鏡馬姐王后之後 就無線叫梁淑兒找我 又拍七十三 曾經名成利奏的平衣 現時的生活並不是那麼如意 有時候還要為生活奔波 今天的祭餘 原來都是因為當年的一個決定 我存了二萬元 都是想買四層樓就買樓花 如果不買樓 就用來做唱片 就選擇了做唱片 是沒有買的 沒有買的 可能大家都會笑平衣傻 把買四層樓的機會 變成堆積如山的唱片和合帶 但是平衣自己一點也沒有後悔 她國家為了自己的理想 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 何況她還得到一群知音人士的支持 平衣的歌我已經聽了很久了 我真的十幾歲了 聽她的歌 一直聽到現在 正常我聽她的歌 你還沒出生 是呀 你受不了二十多歲 是呀 真的, 想到你還沒出生 也不是 是 平衣把畢生的積蓄都放在自己的唱片上 令她本身的生活遇到不少困難 現在我的生活就是靠賣、帶 自己去演唱會 過活 沒有人給我錢 我的兒子也不… 自己顧自己 就是平衣了 為人樂觀的平衣 直到現在都認為自己當時的決定是對的 而且依然對自己的唱片和歌藝非常有信心 夫妻也斷了情 她現在還對演出很有期望 將來賺到錢 我一定會拍攝錄影帶 拍攝錄影帶 拍攝錄影帶才收生 望別人買了我的版權 我自己不做了 我就賣給唱片行家了 平衣大半生的青春都奉獻給演藝界 最後換來今天的成果 真的令人唧唧 她身邊的好朋友 好像波叔、棉叔 都一個個離去 現時唯一的希望 就是明年的告別演唱會 會得到大家的支持 認同她是歌藝界五十年的成就 看到平衣 我真的有點衝動想去談談她 你記得叫我們 我們也很想去拜訪一下平衣 好 她在《73》做的時候 我又試過和她合作過 她現在唱歌 想不到她的聲音還那麼好 好 我覺得她的堅毅精神 真的很值得我們在後輩學習 這樣吧 她的抱負 換來今天的租金 我真的替她不值 這樣就先排周潤發 發哥已經提過 應該有關注前輩藝人的基金 我很希望發哥這件事可以成事 將來我們的前輩藝人 可以安享萬年就好了 還有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其他前輩藝人的有關資料 還有近況的話 歡迎你們寫一封信給我們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 好,明天再見,再見 再見 再見 謝謝 再見 adin